健康科普,来看看百科明医化,身边有许多朋友患有慢性鼻炎,他们因为鼻子不舒服,会有一些习惯性的动作,比如鼻炎患者经常发出浮浮浮的出气声,有的会发出坑坑的憋气声,长期都这样,不仅鼻子难受,影响通气,还会产生一些无意识的小习惯,许多患者开始寻求方法。 但是上网一查,发现鼻炎的生烟有好有坏,有的选择中医,说抹药,喝药就能痊愈,不会再犯,有的人选择西医,手术后通气良好,有的人选择中医没有疗效,有的人选择西医后,出现术后鼻腔干燥的情况,到底慢性鼻炎应该选择中医还是西医呢? 首先,中西医对于鼻炎的认识是不同的,西医认为是鼻黏膜及黏膜下层的慢性炎症导致的,炎症反复发作,千炎不遇,中医认为,慢性鼻炎属于鼻子的范畴。 并极多与肺,比两个战斧的功能失调有关,慢性鼻炎分为慢性带纯性鼻炎和慢性肥后性鼻炎,慢性带纯性鼻炎鼻黏膜肿胀,表面光滑,以下鼻甲最为明显,鼻甲柔软,富有弹性,慢性肥后性鼻炎鼻黏膜增生,肥后,呈暗红色或淡紫色,下鼻甲黏膜肥后,下鼻甲骨力可肥大,下鼻甲表面不高, 不平成贴结状或肃腺状,当症状较轻时,中西医均可选择,都是指在减轻鼻黏膜通血的症状,恢复通气,改善炎症病变,当出现下鼻甲肥大时,就需要手术切除了。 下面将中医,西医分别如何鼻炎附上,包括可能出现的副作用。 大家根据自身的症状,病情的严重程度进行选择。 中医,中医重在调理皮肺,将病症分为几个类型。 一,患者有间歇性或交替性鼻塞,早晚明显,时有少量黏着白体,或有面色蛋白,刺害,易感冒等症状,检查减效比较肿胀。 一,色蛋白,舌质偏淡,抬胞,脉性或缓弱,可用于屏风散加减药物。 二,间歇性或交替性鼻塞,或有性觉减退,头昏沉重,半体却乏力,或食欲不振,踏遍吸糖,舌质蛋白,连油水盒,排斑。 三,卖缓弱,用森林白树散加减,义气健脾,趋鞋通俏,三症状态天冷时加重,时有精气,面色淡白,怕冷,四肢冰凉,小便清肠,舌质排白。 三,卖沉气的患者,用当规刺泥汤加减,调和阴外,额阳益气。 四,鼻色反复,常有上量黏鼻气,有时鼻内折热干燥,或有嗅觉减退,头胀痛,检查可见下比甲肿大,颜色暗红,口渴,小便黄,大便干,舌红胖,弹威狂,脉术而有力,肠胃肺为热胜,以用黄情糖清肺为热。 五,病成肠,鼻色成直血性,嗅觉减退甚至消失,相处难辨,说话时鼻音重,时有少量粘体,比较硬实,表面不平,或成桑质量辨,息肉量辨,舌质暗,有得可见欲点,为气质血欲,用当规勺扰汤活血化欲,通力鼻梢,足复药外,针酒,按摩,中药致基地鼻都可取得良好的效果。 不仅鼻色的症状好转,其他症状也可减轻,西医,找出全身,脊部和环境等方面的治病原因,积极全身疾病或排除之,对鼻中隔偏曲者进行矫正手术,积极慢性鼻动员等,加强锻炼身体,改善营养状况,全身慢性疾病,提高肌体抵抗力。 一,局部糖皮质激素鼻喷雾剂,可在炎症的各个阶段都发挥强大的抗炎,抗水肿效应,并能促进损伤的鲜毛上皮修复,是目前鼻黏膜炎症性疾病的一线药物。 二,减充血剂,只有在慢性鼻炎半发急性感染时,才可使用减充血剂滴滴,一到两次每天,并且一般应用时间不宜超过七到十天。 三,其他,鼻子严重者可按摩,营香血和鼻通血味,还可应用淡盐水或含水冲洗鼻腔。 如果炎症比较明显,并伴有较多的分泌物倒流,可以考虑口服小剂两大患类质类抗生素,对于药物及其他无效,并伴有明显的持续性鼻侧的患者。 可行手术 一,下鼻甲切除术,通过手术切除下鼻甲的一部分,使鼻甲组织变小,可以降低鼻腔阻力,改善鼻腔通气的状态。 三,在进行下鼻甲手术时应注意,是当保留下鼻甲前端,以免引起副作用。 二,低微本离子,激光,COR激光,盐激光等,微波下鼻甲手术,可通过相容肥大的下鼻甲粘膜或粘膜下组织,使鼻甲组织变小,从而改善鼻色的症状,此方法简变异形,但可能会引起术后鼻腔干燥。 三,下鼻甲骨折外衣术,下鼻甲骨直部肥大或向内,过度剩下折开行此手术。 该方法一般不损伤下鼻甲粘膜,对鼻腔生理功能也无明显影响,并且术中,术后出息较少,是一种微创的手术。 缺点是减容效果有限,对较重的慢性鼻炎效果千佳。 好了,中西医如何都给大家一一摆在这里了,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,听从医生的建议进行。 当然,现在很多疾病都会中西医混合,不用太过纠结学哪个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